今年小院中自然生长的车前草长得都很好 到处都有很大棵的 车前草主要分为两种 这种是大车前草 还有一种是平车前草 我以前也和大家分享过 小院中野生的十余种可食用要用的杂草 车前草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 它们属于多年生自种繁殖的植物 成熟的种子落在地里 第二年就会继续生长 它的素根也可以过冬 在适宜的气候里会长得非常茂盛 车前草的药用价值非常高 清热解毒 消炎力肾 尤其是对泌尿系统以及结石炎症 有着非常显著的功效 车前草全身都是宝 从根到最后的种子都可以入药 如果你能收获大量的车前草 可以把它们晒干后慢慢地利用 当然采摘新鲜的净叶煮水 养生的效果是最好的 民间还有和玉米须和鸡蛋一起煮的各种偏方 七八月份 车前草的叶子最为肥美 我一般挑选大小适中的新鲜叶片 洗净后直接用清水煮 不过最好要选用砂锅或者是石锅 叶片与清水的比例并没有具体的标准 大火烧开以后煮五分钟左右 为了能充分释放车前草的营养 嫩液可以再煮一次 两次煎出来的汤水合在一起饮用 车前草茶喝起来很像是大早茶 味道醇厚回甘 也是我介绍过的几种青草茶中最好喝的一种 田间无咸草会用都市宝 夏日自补养生 别忘了看看自家小院中有没有车前草